前方鬧轟轟 一群人挡在马路中间 庙会绕近到一半 疑似发生冲突 一名黑衣男举起超长木棍 居然就往人群中猛砸 砸了还不够 继续叫嚣扭打成一团 庙会叫班成员发生混战 庙会冲突两派成员大乱斗 旁边的人全看傻不敢动 事发在24号下午 高雄人舞的巴德东路 到底为何打起来 竟然是为了一杯凉水 穿黑衣的男子 误拿了红衣男的凉水 当场先爆发口角 接着开打 还好举起长棍 是打到地上 没真的打到人 不只庙会绕境闹事 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 绕境队伍浩浩荡荡的过马路 直接占用车道走在马路上 但并没有申请路权 不只挡到车也挡到行人 违法情势通通都罚 原本庙会热闹为神明庆祝 却因为误拿凉水打架 又要被开罚 恐怕也让神明不开心 记者宋佩晨 郭怡珍 高雄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两名男子在台中无期夜市 当街爆打 其中一名男子一气之下 竟然还对同行一名女子 掌裹 回推几分钟前 是在果汁摊爆发口角 男子对店员大小声 狂喷口水 而且不要买这样 我会说难 人家可以讲什么 好恶心哦 好恶心的 这就还没完 男子甚至破坏店家果汁机 玻璃杯甩地破裂 瞬间点燃店员怒火 他炸你们啊 对啊 因为他前面买了一杯木瓜牛奶 然后他要比较甜一点 所以要另外做啊 那后面有一个客人 他要木瓜是正常的 当然是给后面的先 原来男子不买木瓜牛奶 甜度做错 店家把原本那杯 先让给下一位客人 导致他得再等待 因此一连串爆走行径 会先给前面客人 他应该要拿到的饮料 其他饮料店指出 除了事先确认甜度冰块 做错还是会一续制作 并不会跳号避免冲突 连假逛夜市 不少人被互殴场面吓傻 现在双方当事人互告伤害 男顾客也被依毁损 伤害及妨害名誉等 最先送办 记者金文中 王世函台中 策坊报导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疫苗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汉弄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一行人出游 拉着行李箱 整团十四人 七大七小 四个家庭自由行 责访日本大阪京都六天午夜 却在第四天早上 发现钱被偷了 出国的好心情全毁了 这趟行程 通过旅行社定计加酒 一个人费用大约两万零五百元 六月十五号出发 六月二十号回城 首先抵达大阪 住富士屋酒店 这家酒店就坐落在大阪南坡 而且离热闹的倒顿窟不远 住房价格也不贵 但住727房的陈小姐说 他们六月十七号晚上 吃完饭逛完要装店 就回房间 当晚有整理现金 部分的钞票摆在桌上 不过隔天早上发现 钱不见了 同行的人住另一间706房 台币日币美金 和一只劳力士手表也被偷 两个房间损失 总共大约七十万台币 14个人出游住七间房 就有两间遭窃 要求看监视器 饭店却说电梯跟走廊都没有装 隔天到警局报案 证明书记载 七六七房失窃日币 大约四十万台币 大约六千七百元 受理被害人报案 陈小姐说自己也太大意 没有反扣门锁 但是房间门锁不是磁卡感应 是一般钥匙所 怀疑是被盯上被偷窃 目前日本警方还在调查 致电饭店柜台低调 没有说明 专家建议不论到哪个国家玩 如果一定要带贵重物品 就锁进饭店的保险箱内 不然想要再追回失窃的财物 其实困难度相当大 记者李琴 王一仲台北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 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很舒适 还往后躺 男子在柜台前 东摸西摸 连开好几个抽屉 还以为他是老板 但其实是窃贼 他路过南港这间钟表行 见到店内无人 临时起意 跑进店内搜刮财物 还偷走展示柜内四只手表 表店老板发现展示柜招打开 惊绝有意 随后发现柜内的四只手表 即现金不翼而飞 透过调阅店内监视器 发现是一名男子路内行窃 四只价值一万七千元的手表 不翼而飞 展示柜内空空如也 钟表行遭闯空门 老板吓坏了 火速报警 好在抽屉内只放了一千块现金 损失不算太惨重 警方第二天时期 火速锁定嫌犯将他逮捕 只是他没有前科 也没有相关犯案记录 为何会下手刑切 警方还要再厘情 接张又此地彩山藏报道 我是陈志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坊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彭内彭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